放在桌面上 在这个地方 KeyTool这个 把它按右键 用7DIP解压说字词 解出来之后会是一个 像这样里面会有六个档案 请你把这六个档案 等一下复制到那个Debug Debug KeyTool的那个路径底下 那个路径在哪里 请你记一下 在视窗 喜好设定 里面在Enjoy这个 这个箭头有没有 点一下 里面有个Build Build打开来之后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有叫什么 Default的Debug KeyTool的这个路径 那也就是说 它现在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有没有 C点底下的什么呢 Users 然后呢 TCMT 点Enjoy这个路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路径 给执行起来 那这个我把它Ctrl-C一下 并且按一下Window键 加一个R Window键R就是执行 然后应该知道 执行 然后把这个把它贴上来 贴到这边来 并且按一个确定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开启 这个路径 那当然或者你自己去C点里面 Users这个路径找 也可以找得到 然后呢 并且把刚刚那个懒人包的东西 怎么样呢 把它贴过来 把它复制好 贴过来 贴过来 因为我之前已经贴过了 我把它取代掉 OK 把它全部取代 好 取代过 取代过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个P字档 那P字档点两下之后的话 它就可以出现这个 请输入金钥密码 如果你按一下Enter 如果你有出现 这个表示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按Enter 好 那你会发现呢 在这个KeyTool点两下之后呢 执行它就会产生一个叫 KeyTool的MD5 那也就是我要的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打开来 就是我要申请的MD5 那我就可以利用它 去跟Google申请一个API Key了 打开来 各位可以看到 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部分呢 是MD5 有没有MD5在这里 那实际上我MD5嘛 就是这边后面的这一串 MD5 那我要的就是 利用这个MD5嘛 去跟Google申请账号 OK 好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流程大概run一下 第一个 请各位先到那个 我分享区里面 去抓到懒人包 第二个 到哪里呢 到那个Eclipse里面 你找一下 喜好设定的 Enjoy 底下展开来 展开来这边有个build 这个路径 把懒人包贴到这里面来 OK 把画面掀黄给各位 试试看